欢迎回到新闻现场 选战倒数计时 桃园市第五选区立委吕玉林 回顾历年争取最有感的建设 除了龙潭新增高原交流道 还有平正地区争取新建火车站 要让平正成为桃园的新都心 礼拼胜选争取连任 选战倒数桃园市第五选区立委吕玉林 已经连任三届 2024年礼拼连任 回首过去在国会争取的建设 最有感的是十年有成的龙潭高原交流道 自从收费庭全面取消后 龙潭地区的居民回家 都必须行走国道警察便道 通行不便 自从高原交流道建制完成后 不仅让龙潭地区交通更便利 也顺带推动观光人潮 那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大家都要做一些可行性的评估 那玉林也积极地找工程公司 做一些可行性的评估 是可行的 所以经过这十年努力 包括土地的征收 工展 协调 土地的征收等等 玉林都是亲力亲为 开了多少的沟通协调的会议 拜托再拜托 终于十年有成 在去年已经正式通车了 谈到平镇地区发展 桃园地区唯独平镇有铁轨经过 却没有设站 他喊话争取平镇大车站 带动地方繁荣 平镇原来有个大车站 后来是被移了645公尺 那一个小的0.8公尺的地方的车站 不能带给地方进步繁荣 而且未来会有堵车 交通堵塞的大灾难 所以市长其实我们的建议 也积极地目前正在规划 我们把这个计划送到交通部 玉林一定会努力 争取回来平镇大车站 让平镇有个新都心 让平镇的都心 可以成为桃园的第二都心 造福我们的乡亲 让地方更加的进步繁荣 点看投票日就快到了 第五选区蓝绿白 候选人请跑基层争取选票 就是希望能得到选民的信赖和支持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